有师兄睡觉前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念诵大悲咒时 脑海中发白发亮而且感觉很清净 然后就睡着了 这种睡前念大悲咒的方式是否如理如法 当然如理如法了 我经常跟大家讲睡前念七遍大悲咒 你如果杂念很少菩萨一定到 所以你只是刚才讲话的时候 把那个字要分开一点讲 他睡着之后脑海里眼睛前面发亮发白 你刚才说他睡下去之后眼睛发白 听得懂吗 语言的搭配很重要 配听得懂吗 配 好开心 你们都不知道 菩萨来了 弥勒佛也来了 否则你们有这么开心的 继续搭配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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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